冰事在金钱豹九女,撞死人逃逸 台中市中港路,昨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清晨五点多,73岁男子何金三与38岁儿子何建民外出慢跑 跑在后面的何妇,经过路口斑马线时,遭这辆高速行驶的冰事车撞飞 冰事车照射后逃逸,老翁头部身体多处骨折,重伤不治 目击民众发现赶紧骑自行车追上老翁的儿子 告诉他,你爸爸被车撞了 他难过的说,平常与爸爸在市场卖乡 父子一起承洗运动两三年了,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意外 警方调查,冰事车驾驶是20岁男子蔡元龙 他在藏仪社工作,老家开香铺店 冰事车是他姐姐花约100万元买的二手车 我今天到酒店喝完酒以后,带我两小姐 可能因为车速破坏,撞上了轻人后,造势逃逸 死者被撞了,飞了有几十公尺 两个城市,一个骨折,一个脑震荡 更可恶的是,酒家男子造势后,不顾老翁逃逸 居然跑到医院看似两女伤势 隔八小时后才投案,酒测值0.38毫克 过算案发时酒测值达0.88毫克,超标二倍多 由于死者被撞后,整个人弹起撞破前挡红玻璃 且现场没有杀身痕,研判酒家男时速超过80公里 巡后依公共危险酒家致死等罪嫌,移送罚办 动新闻台中报导